大家好 我是香港齊宣教室的首席讲师杜潇红 Docher Freeman 今天是5月17日 本人在《信报》专栏 齊宣教室有文章 题为《五月花开满地》 本栏是周五刊出 双周一次 本月恰好是有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3号刊出 本文是17号刊出 《月底三十一号》还有一篇《本人将之合成为五月花号》 建议读者看完这个系列 《外国资金已悄然勇志》 五月港股的身世确实令人振奋 上篇文章的结尾是古迹外资的暗勇已至 看《月初资金》的账势都有明显成交增加配合 昨天更高近两千零四十九亿元 这证明不是北水 而是不声不响的外资暗勇 因为投机的钱一定不会大罗大雇 公开之时已是获利之计 这段时间不单是持有蓝筹 略费功夫看看技术指标 只要愿意进场也几乎是十那九稳 只是看赚多少 此刻正是五月花开满地 随手一支股票都满意 外资重返湘江其影响力远胜北水 不知是否因此香港交易所不披露 北向交易的实时数据 闭嘴的观点是 北水只可以令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遗址不消失 外资只能够让这个遗址重建 中美关系还在脱钩的过程中 不但未见改善而且更差 美国总统拜登蒋明对中国电动车 征税百分之一百 而他的挑战者特朗普更提出征税百分之两百 一个是老人一个是狂人 真不知如何选举 自闭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访问中国 这是他第五次出任俄罗斯总统 而且是美任为期六年 也就是说在他的人生中 将有三十年时间当俄罗斯总统 可以如此长任 估计任何一位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 都不得不羡慕 现实是让人看到了俄罗斯帝国的风貌 逼者是潜藏着俄国福特加看直播 脑海的想象是 在长明中的 斯维埃十月革命领袖聂宁 若见此会有如何感觉 各位有否留意 这是俄罗斯总统上任的现场直播 只是俄语没有翻译成英文 估计是根本不在乎西方世界的传媒 我们看到权贵们在富力堂皇的皇宫里朝拜 也见到了在血雨中 遗仗队动到双耳发红 在结尾部分还有东正教的传统仪式 可见这位总统治理这个国家 的确是到了每个细节 此刻是俄罗斯警报中国对抗美国及四方世界 政治关系也将越来越错终复杂 但稳定的中国市场之诱人魅力 实在令众多企业难以离弃 至今重返中国也就形成了一股必然的趋势 港交所突破阻力先敲三百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的爱股港交所 从4月19日的低位212.2元开始反弹 昨天创月初以来的最高超越阻力区 建293.6元不足一个月波幅有81.4元 利好因素当然是外资丛林 港交所只要努力把自己的生意管理好 股价反弹是必然的 港交所已宣布今年年底股票期权 将有十个股票开始有每周期权合约 可以想象每次开始返港 此刻见到他们非常熟悉的股票周期权 当然开心 至于为何先选择十个股票 原因是什么 值得我们操作期权的读者们自己思考 既然教使届时也会推出股票周期权的相关讲座 根据港交所的交收制度研究如何制定策略 相信周期权是方向成交料畅旺 更重要的是中进间五项措施挺港股 港府也明确表示成熟一项措施就推一项 细看内容我们要多谢港交所的前CEO李小佳 十年前搭建了为香港股市与内地股市相通的桥和路 今后的交通估计会越来越繁忙 港交所是个有高度护存和保护的股票 股值不可能低 市盈率也一定高 关键是如何多做生意 今年3月8号集三八妇女爵本来为港交所第一位女性CEO陈确廷上任而股掌 结尾时提及 2023年1月港交所股价不计派息是在382.4元的水平 我们期待2025年1月港交所的股价可以重返这个记录 该文章刊出后 逼者收到一些善意的召笑 认为逼者是老天真有些天方夜谭 不过此刻港交所的股价以深川主力区建293.6元 20天ATR平均移动波幅为8.42 以两个ATR可达波幅计短期内先敲300元已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预期下半年新股上市的业务也会全面苏醒 再下一层就是突破350元 明年初重返388元 本文朗读完毕 多谢收听 香港齐全教室成立于2008年 杜肖鸿老师自2007年起 撰写信报专栏 齐全教室至今15年来从未间断 是一位略有知名度的专栏作者 In 2018 Mr.Freeman Toh was honored with Stop Futures of Auctions Education Partner Award issued by Hong Kong Exchange and Clearing Limited 齐全教室出版的齐全系列书籍 在香港以及台湾各大书店均有发售 国内读者若需购书 请以电邮联络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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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明年初 你还可以在复转 儿在学习 名合佑 雷 订阅